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186集 萧九安根本不需要纪云开的回答 她不相信依这个女人的聪明会不明白 可偏偏这个该死的女人不仅回答了 还一本正经的让她又有掐死她的冲动了 视线落到纪云开右脸的黑斑上 看着如同黑宝石一般透亮 缓缓游走的黑斑 萧九安强压下怒火再一次问道 纪云开 如果本王不同意你去呢 她再给这个女人一次机会 希望这个女人能够珍惜 遗憾的是 纪云开没有珍惜 人无信不利 我已经答应了端王世子 她需要有自己的关系网 需要有自己的人脉和势力 端王世子很快就要接手端王府 她不想错过这个与端王世子结交的机会 这么做固然目的性很强 但她并没有利用端王世子的意思 他们之间可以是互惠互利 互帮互助 萧九安没有说话 冰冷的目光如有实质 冷冷地看着纪云开 这女人话中的意思 就是她不同意她也要去了 她这是来征求她的意见 还是来告知的 纪云开知道萧九安不满 却是没有退缩 一脸平静地对上萧九安的目光 任凭萧九安的眼神多么害人 也不肯退让半步 两人对峙片刻 最终萧九安懒得搭理纪云开 冷声道 纪云开 滚出去 本王不想看到你 她倒要看看 这个女人的胆子能大到什么地步 纪云开不知萧九安这是同意了 还是不同意 便擅自做主地认为这是同意了 多谢王爷 我明天一早就去端王府 只要萧九安明天不让人拦着她 她才不管萧九安高不高兴 她总不能为人让萧九安高兴 就把自己变成一滩软泥 任由萧九安拿捏吧 哼 果然很大胆 纪云开莫不是忘了这是燕北王府 只要她不同意 纪云开连院子也出不了吗 萧九安冷哼一声 什么话也没有说 纪云开只当没有听到 缺了屈膝便转身走出书房 明天她肯定是要去的 纪云开走后 萧九安又拿起一旁的公文继续翻阅 结果看了半天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只得将公文丢在一旁 冷声道 来人 王爷 暗卫悄然出现 跪在书桌前 给凤琪的信可送出去了 为了纪云开脸上的毒素 她不惜主动写信给凤琪 让她进京来给纪云开医治 可纪云开似乎并不领情 请王爷放心 信已经送出去了 快马加鞭 想必不日就会送达 王爷要求尽快送的信 他们哪里敢耽搁 去 追回来 萧九安想也不想就到 暗卫顿时愣住 王爷 把信追回来 是他听错还是王爷说错了 王爷昨晚催得那么急 怎么才三个时辰不到 就要把信追回来 现在信怕是早就送出去了 怎么追吗 还不快去 萧九安的声音越发阴冷 暗卫惊了一跳 忙不迭硬下 快步退了出去 至于这事有多难办 暗卫只是光想想 就觉得大腿内侧疼得厉害 本就是快马加鞭 送出去的信 想要追回来 那就不仅仅是快马加鞭 还得不眠不休才行 暗卫片刻不敢耽搁 飞快地让人去安排马 纪云开半点不知 他给暗卫惹了多大的麻烦 他这会儿正在收拾药箱 同时犹豫着要不要找 诸葛小大夫一起去 论起南疆的药草 诸葛小大夫明显比他在行 可光是他去 萧九安就不同意 若是拉上诸葛小大夫 萧九安估计得杀了他 算了吧 那男人一贯小情 真把人惹毛了 倒霉的也是我自己 明天能不能顺利出门 还是一个问题 要知道 萧九安可没有正面印象 只是也没明确拒绝而已 此刻 和纪云开一样在咒骂萧九安的 还有天舞公主 他特意把自己与北城天雀 见面的事 透露给萧九安 就是想引萧九安主动找他 或者让萧九安也去南山寺 可那个男人收到消息后 却像是没有收到一般 什么表示也没有 萧九安 你这是把本宫当蛇仙吗 看本宫第一次逃就这么难吗 只要萧九安来找他 不需要萧九安开口 他也会帮萧九安把北城天雀给杀了 偏偏那个男的不肯理他 公主 我们的人还要安排吗 天舞公主身边的大侍女芙蓉 小心翼翼地问道 除此之外 一个字也不敢多说 就怕出了眉头 他们家公主一向冷静 从容 可一旦扯上燕北王 就理智全无 冲动行事 不必了 他萧九安是个什么东西 我堂堂天舞公主送上门来 他居然还敢拒绝 天舞公主咬牙切齿道 明艳的五官微微扭曲 吓得芙蓉连忙低头 不敢直视 奴婢领命 芙蓉急急退下 片刻也不敢多待 就怕被波及 而不出他所料 他刚走出去 天舞公主就把室内的摆设 给砸了个稀巴了 芙蓉暗暗叹了口气 他就不明白了 燕北王到底有什么魅力 值得他们公主这般付出 放眼四国 多少青年才俊追求他们家公主 他们家公主一个也看不上 死活盯着 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燕北王 真是孽元 芙蓉叹了口气 忙去把安排在南山寺的布置撤了 埋伏在山上的死士 听到这个消息 一点也不意外 凡是与燕北王有关的事 他们家公主向来如此 一会儿一个主意 最夸张的一次 他们家公主一天之内 连下五道暗杀燕北王的命令 最后又全部取消了 他们跑出去又跑回来 跑出去又跑回来 足足折腾了五回 死士悄无声息地离去 就如同不曾出现过 一直引在暗处的北辰探子 却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见到天舞公主将所有的杀手全部撤走 这才安心地离去 明显 北辰天雀虽然主动约见天舞公主 但并不相信天舞公主 想来也是 他们这个身份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相信别人 怎么可能轻易把身家性命 交到别人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